八一对于富豪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是一胜难求的心酸过往 是梦开始的希望与潦草收场的荒唐 是兴散大江南北的挚友兄弟 还是长荆铁军 用血泪浇注的荣光 被时光风化成 既可平掉亦可缅怀的围墙 隐隐绰绰的过往 像放电影般 在他的脑海中循环闪回 最终停在记忆的最深处 一位老人 宠溺的 看着海体时的小富豪 任由骑在面前沙坡打滚 那是从小将他一手带他的爷爷 在沈阳出生的富豪 从小深爱着辽兰 但爷爷却是八一对的死忠 为了辽宁队 富豪从小没少跟爷爷吵闹 每每提到这顿往事 富豪微微有些哽咽 因为在几年前 他的爷爷去世了 我特别希望 我现在的一切 他能够看到 如今在想想那些稀中平常的过往 当时却只到是寻常 在富豪出生的六个月时 散书萍开始离家带队 他也从那时候 成为了爷爷生命的全部 从幼儿园 再到上学去训练 爷孙二人形影不离 爷爷更是将所有的爱 都灌注在了一道道美味佳肴里 每天变着发二的炒菜做饭 为富豪补充营养 富豪直到现在 也特别爱吃牛肉 因为那是爷爷的拿手菜 每当想爷爷了 他就会去吉野家吃一顿牛肉饭 但却始终扎巴不出来 那儿时的味道了 2015年 富豪进入CBA的八一队 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 更像是爷孙未了的羁绊 正在随着少年的梦想 肆意生长 童年与富豪一起被提到一队的 还有他的好兄弟周宇晨 嫌疑怒马的少年 凌空摘下了王之志与默科 侵染风霜的衣波 只抖了抖 二人便套在身上 自此 八一队那块上了秀的金字招牌 也开始渐渐焕发了新的光铲 2015到16赛季 在八一队与浙江愁州的比赛中 一年级的富豪 被对手用后脑 狠狠撞到了面部 鼻鼓当场断裂 血流不止 但富豪却咬着牙 坚定地说了一句 就是骨折 没事 我首先是个军人 其次才是运动员 没有委屈道歉 没有热受谩骂 因为富豪知道 伤病本就是篮球运动的一部分 八一球迷西文后 热泪盈眶 当时他们正逐渐上市着 对这个老牌豪们的信心与热情 但以富豪和周宇晨为首的那批坑坑虎将 却重新点燃了居率象征复兴的火把 但好景不长 人事难防 先是阿尔斯兰一五到一六赛季脚踝受伤 赛季保肖 再到扣篮王罗凯文 一六到一七赛季 左膝富人带断裂伤退 紧接着 周宇晨更是在2017年重伤倒地 被隔绝在赛场外整整三年 富豪也难逃受伤的厄运 但好在腿部骨折休息的五个月 是在休赛期 这段故事也显为人知 周宇晨倒下后 作为二当家的富豪 不得已从兄弟手中 接过了那根象征希望 烧得还未旺盛的火把 在黑夜中艰难前行 尽管他的得分逐年提升 在一九到二零赛季 已然进化为了 场军十九分的国产顶级风险 一朝一室 颇有当年王之志 蝴蝶穿花的韵味 但八一队仍然难求胜计 尽管他场军九点五个篮板的数据 与得分一样 都是全队最高 也没办法突围 现实规则的桎梏 直到2021年 惊奇烈烈寒风销舍 八一队与西边一别两宽 昔日辉煌铁军 终是成了荒凉绝唱 但辽宁球迷在前一年 充分领教了富豪的秉性 在该赛季的二十七轮 富豪拖着全华半的八一队 与冠军球队辽宁较量到了最后一刻 尽管八一队中 以一百零二比一百一十的比分惜败 但富豪全场二十八走十六中 在寒德军与巴斯两大内线的围剿下 砍下了赛季经高的三十六分 持等辽宁籍的胡将 也让饱受风无力困扰的 辽兰球迷浮想联翩 幻想着有朝一日 这小时能回到家乡见功立业 天随人愿 随着八一队解散 练家的富豪拒绝了各方顶薪报价 在二十四岁的年纪 义无反顾地 披上了辽宁队的一号球衣 多年数愿得偿 富豪在兴奋之余 随即陷入了陈思 在八一队 他是说一不二的球队老大 但是在人才济济的辽宁队 他只是一个年轻小将 该如何找准自己的队内位置呢 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宠呢 所幸迷茫的富豪在路上 似乎慢慢找到了答案